突然把你把你推下去 然后从你的后面就是打你的心掌一枪 再把你太阳穴打一枪 血就留在沙上 沙就把它到时候弄下来 把它冲水冲掉 然后又换新的沙 然后里面的墙壁全部灰色的 你不准有任何宗教标志在里面 所以那种心态各位可想而知 但是你要去了解 他们进去里面以后 然后有些已经手脚发乱了 有些是喝酒 然后有些是拖了 各有各的情绪不一样的 所以问题在那一刻 各位你要关心 如果你是他 你那时候又很想着你的家人 而且那些你强奸他女儿的爸爸 在后面看 他就是希望你死 法官也在那边 典狱长也在那边 那些当然被执行死刑的家属不能来 他们只能来领尸体而已 但是被杀的女儿的家属可以来 那种心态 所以各位偶尔你要去那边去打坐一下 像我这样讲 各位你就要去官修 当你是那个法官 当你是那个典狱长 当你是那个被强奸奸杀女儿的家属 当你是那个树行人 那你的心态怎么样 因为在这种苦的心态才需要佛法 我这样讲 我很怕这么严肃重要的佛法 就像一部救护车这么重要 你把它拿在一个不会有火灾的地方 那这个佛法就没用了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能够念一句 只要有人带他 他就有机会超度 但是在台湾监狱他不能这么做 后来我们就想办法申请 用这种管道 申请到什么 就是说在他们要被抓去枪毙的旁边 摆一尊地藏王菩萨 就是他的路线 他在那边 但是监狱同意 法律是不同意 因为在民主国家宗教不能够尊重人家的宗教 但是你不能推哪一个宗教 但是在西方国家就不错 因为在西方国家认为基督教 你要往生了 他可以请牧师来给你告解 你要来个忏悔 所以死后以后能够得到安息 那在台湾是没有这个了 但是我知道监狱里面的管理阶层 都相信地藏菩萨 所以那一尊地藏菩萨是由监狱的管理人员捐的钱 特别是执行的那一个人捐最多 这是他的工作 他也会怕 所以 但是那尊地藏王菩萨永远在那边 但很少人拜 突然又有人要拜 又有人要执行死刑 后来我们就慢慢的跟这些监狱的执行死刑说 这样好不好 你们就知道这个道理 反正你带他经过那边 就跟这个寿星人说 现在是地藏菩萨 你要不要拜一下 停两分钟也好 然后你就拜一下 然后你就带进去吧 当然我想 一只龙虾被杀的过程 一只狗被杀的过程 一个人从生到老病死的所有的过程 我希望各位都要去思维 所以念下来 善师如母众 难忍无量苦 那各位一定要好好的 对每一个众生的这种痛苦 去思维 好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 陈时中 台湾防疫超前部署 降低武汉肺炎境外移入 及社区感染风险 只要跟着政府的步伐 我们有信心战胜疫情 透过防疫超前部署 强化疫情监视 并加强边境管制 让大家有安全的家园 为了确保防疫资源充足 同时强化医疗整备 与充实防疫物资 并且落实社区防疫 加强高风险对象追踪管理 更密切监控假讯息传播 加强民众沟通 降低恐慌 防疫政策需要大家的支持 团结守护家园的健康 也谢谢每一位共体时间 与政府共同防疫的国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会如何 自归一色 当愿众生 同理的旧 一切无完 河南山中 这一章叫什么呢 念一下 大宝广伯楼阁 善助秘密 陀伦尼咒 也叫灭罪咒 也叫什么 念一下 过急解脱咒 这是一尊佛叫保障如来 它所显现的 每一尊佛用它不一样的方法度众生 这一尊佛 显现了在灵花上有一栋房子 这一栋房子叫大宝广伯楼阁 是黄金座的 房子的门 观想一打开 里面有所有佛菩萨 具足一切 你只要让众生进到这里面 观想它进到这里面 所有众生脱离上的道 将来往生进度 所以这张要干嘛 希望各位把最大张的撕下来 回到家里 贴在你家的正门口 好不好 里面外面哪里都没关系 乃至看不见的都没关系 让走进去你家的人 通通进入大宝广伯楼阁 知道吗 乃至如果你能够贴在百货公司 你功德最大了 那一天进去五千个人 就有五千个人得解脱 各位 学习大乘佛教要有信心 我们凡夫没有功德 佛的力量不可思议 所以大乘佛教说 以佛的力量来利益众生 所以这个咒 他们就把它写成横的 也有人写成横的 用帕马物资里下 避马里奉陪 就让别人一直从底下走过去 然后我们汉川佛教是用圆的 直接把大宝广伯楼格 画在上面 然后咒语 写在这上面 底下还有六个小的 其中一个小的 各位要记住 随时撕下来贴在你身上 这个也叫佩戴解脱咒 如果你身体佩戴这个咒 一样 谁碰到你的身体 就等于进入大宝广伯楼格 还有一点很重要 经典说的 一个人死掉了 甚至一只狗死掉了 你把这个咒撕下来 放在他的胸口 他马上就往生净土 所以各位要把其中一个咒 贴在哪里 就是家里的骨灰 或是那个祖先牌位那边 如果你有去扫墓 家里有祖先牌位 把一张把它贴在上面 好不好 以这个佛的力量 帮助别人 然后其他呢 各位就要随时带在身上 赠送给别人 乃至那边有屠宰场 那边有杀死很多动物 乃至超级市场里面 很多鸡鸭鱼肉 麻烦你就撕下一小张 找个位置把它贴下去 好不好 然后令经过的人 乃至那边往生的众生 都得到离苦 这个咒给我念一下 很容易念 OM Mani Fajili Hong OM Mani Fajili Hong 佛陀说 当你念这个咒的时候 最好眼睛要打开 你的眼睛打开 看着每一个人 你的眼睛变成这个咒的功德 被你看到的人身上的夜障 魔障 三二道 消除掉 重不重要 太重要 所以各位如果你住在楼上 坐在飞机上 看得很远的地方 像我刚刚 借空法师慈悲 叫我在那边 看着整个府顶 我就会一直念这个咒 眼睛看到了 一直念 OM Mani 一直看一直念这个咒 以后你的眼神没有欲望 以后你的眼神 去看别人的时候 不但消对方的业障 还不会让对方起欲望 这样功德大不大 所以再念一次 OM Mani Fajili 这个咒还有一个功德 你晚上做噩梦的时候 赶快起来念一念 噩梦消除 或是你干脆睡觉前 念个108遍 OM Mani Fajili 然后呢 再睡觉 所以希望各位到处贴 记住 帮人家祝念的人 身上一定要带着 往生者 一定要带一个在胸前 带一个在胸前 往生者 马上脱离上个道 那你有没有跟他 结个很好的缘啊 很重要 慈悲的快乐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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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上